好的 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做公共性检查和手术 静气症 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点发热 体温大于37.5 第二就是子宫大量的出血 重度的贫血 第三一个生肢道的炎症 手术可能会导致一个炎症扩散 第四 近期发生一个子宫的一个穿孔的 可能会检查手术会导致一个 膨胱液流向腹腔 第五 公腔过小或公颈管难以扩张的 当然我们现在也有器械可能会 就是说排除这个经济症 第六就是公颈癌 生肢道结核 没有经过一个抗结核治疗的 第七就是严重的内外科合并症 不能耐受手术的 以上几点 我们不建议做一个公颈症的检查和手术 出炎症的检查和手术 多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